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昂贵的是什么呢 什么是最昂贵的呢 是房地产吗 是钻石珠宝吗 或者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呢 在这世上最昂贵的 来是我和大家所拥有的牢树 我们所犯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这就有非常惊人的价值 为了牢树人类的罪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 做了暑假 耶稣基督本由上帝的形象 不以自己为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去了卢谱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非尼比书二章六节和七节 记得着这样的话语 耶稣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由于总是忘记 或不知道那昂贵的代价 忘记上帝惊人的牢树 所以人们总是过着随便犯罪的生活 犯罪会给人带了痛苦 如果总是遮掩 或是避免罪的结果 那么人们就会失去对罪的惧怕感 犯罪的人就会继续犯罪 他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的迟钝 对罪毫无感觉了 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相反 只有替我们担当了罪 所带来的痛苦 才可人有牢恕 当我们对别人做错事 时 彼此之间都会受到痛苦 圣经告诉我们 罪所带来的必定 是痛苦 所以 只有替我们担当了罪的痛苦和寻法 老术才是有可能的 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十字架 替罪人担当 并经受罪的痛苦 替杀人犯担当了罪之感 替盗戚犯担当了罪之感 替他们担当了罪之感 替他们担当了罪的喝果 因为付出了替他们死的代价 所以才有了 所以才有了牢恕 不仅如此 就像母亲听到了倪加挫折的子女 彷徨度了的消息一样 为倪加挫折而不准回的罪人 在上帝的心中也总是有痛苦和担忧 在我们没有完全归向上帝之前 上帝总是替我们担当罪的痛苦 你知道吗 耶稣来到这地上之前 他一直生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当中 换句话说 他在经历十字架之前 既知道了将要面临的痛苦 就开始生活在十字架的阴影当中了 他一直替我们担当着痛苦 并给我们带来牢恕 我们来看一看约翰一书 一章九集的话语 我们诺论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比要示明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应 曾经有一位美国人 参加了越南战争 当时他与一位基督徒在一起 这时炸弹掉在了他们的周围 那位基督徒为了救他 为了救周围的战友 立刻扑倒在炸弹之上 结果自己被炸得粉身碎过而死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开始多么感动 他拿感恩的心想到了 如果这位朋友现在仍然活着的话 他会是怎么过呢 因此他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他想到了 我的生活就是那位朋友的生活的延续 他每天都在想 如果这位朋友还继续活着的话 他会怎么过 于是他成了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如果真的理解了 耶稣基督昂贵的老术 心中真的感恩 就会照着耶稣基督的旨意去生活 这就是老术带来的力量 今天你们也可以得到老术 愿你们向主打开信门